大家好,歡迎收看潮環科技 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有些資料看過一次就沒用 為何在保障私養的情況下,完全消費資料呢? 今天我們就請來雙智謀略資深科技顧問馮德聰 阿波上來,和大家講解一下兩項最新的發明 阿波,你好 阿波,在電影職業特工隊裏面 出現過一款會播放完之後,就會自動破壞裡面零件的錄音帶 在現實生活裡面,其實有沒有一些自動可以毀滅的光碟呢? 現在我們先看看影片 在職業特工隊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經常說所有任務只讓你看一次 聽一次,拿了資料之後,就會自動毀滅 這些錄音帶,它會在最後說 這個訊息在你聽完之後就會自動毀滅 然後又出煙,又爆炸 其實這個是不是最好保護私隱的方法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如果作為電影橋段 神神秘秘,整蛊造怪的話 以後真的挺過癮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人們看完之後 就真的會發明了這些東西 你猜猜它最初是用在哪裏 這一種的訊息 嗯,例如間諜那些 其實是用在一些很日常的東西那裏 你先看看最後這一段的影片 其實它燒了,完全沒有了 但是原來在2005年的時候 曾經有公司真的想將這種自動毀滅的訊息 放到市場使用 那是什麼工業呢? 其實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這個以前的租碟 就是看錄影碟的工業 在2005年的時候 日本曾經發售過一批 我們叫做發售還是出租 一些DVD 它其實就是租給你看 一個星期或者一段短時間 一個指定時間 那麼這隻DVD 你看完之後 原來是會自動毀滅的 好像電影裡面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公仔那樣 總之它看完一段時間之後 就不能夠再看了 這款DVD裡面就有新裝置 但是,需不需要特定的播放機讀取呢? 究竟它的原理是怎樣呢? 播放機就不需要特別的 這種DVD的特點就是 它給你的時候 原來是用一塊厚的膠紙 好像現在你看到那樣 完全風到密曬 它完全沒有接觸到空氣 原來這個DVD有一個甲層 當它打開了之後 它開始接觸到空氣 其中一面的顏色就會開始產生變化 現在你看到它用厚膠袋包著 完全抽真空的 接觸不到空氣 當你切開它之後 它開始接觸到空氣 紅色的表面就會慢慢變黑 現在你看到是紅色的 原來過了大約是它的使用期 例如它是7天租給你的話 7天之後 這個紅色的表面就會變成黑色 好像有一點是我們所熟悉的氧化作用 這樣與空氣產生作用 它變成了黑色之後 完全不能夠再讀取 原理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它在中間加了一個甲層 你看到其實這個研究人員 把它拆開了兩邊 中間有一層物料塗在上面 而這層物料就會隨時接觸空氣 慢慢地變色 現在看到的是原本的顏色 但是當它過了它的使用期之後 它就會迅速地變黑 就什麼都不能夠讀 但是這種DVD其實是用原色器的 隨著如果日後這些自動毀滅的裝置 越來越普及 會不會構成一些環保問題呢 當年2005年的時候 這間公司是與一些回收箱 達成了一些協議的 就是說這些碟 是可以透過回收箱回收 循環再用 這樣說 但是DVD可以怎樣循環再用呢 或者你不聯絡它的回收箱 那你家裏就多了一大疊 背墊 好像現在我們燒DVD燒壞了那樣 但是十年過去了 這種技術慢慢也都廢修了 因為可能真的沒有什麼用 再加上現時 就是我們的所謂Video on Demine 在互聯網上看片 實際上太簡單了 可能現在已經很少看到了 剛才我們提到的DVD 就是透過停止運作去保存這些資料 有沒有一些裝置 是會自己去自動消費的呢 其實講潮玩科技 當然是講最新的東西 2005年的東西 有少少歐了 我們講講2015年的發明 原來Zerox公司 在上個月公佈了一種新的晶片 這一種晶片 完全是帶有自動毀滅的性質 這一塊就是這塊晶片 爆了 剛才你見到整個有黑色字 這一個是未爆的 但是當一受到熱力 或者一些特定的條件的話 它就會完全碎成粉末 碎得很重要的 碎都碎不回來 碎到這樣 慢鏡頭就看得很清楚 上面記錄的資料 會隨著這塊晶片的粉碎 完全消失 也沒有辦法復原 你想想 一塊這麼小的晶片 如果碎成過千萬塊的話 真是靠拼圖大師也拼不回來 再加上裡面的電晶體 亦都因為碎裂的過程中 受到破壞 你真的想還原 都非常困難 這樣保密性 就可以再提高了 今天很多謝Paul上來 和我們分享一些 安全消費資料的方法 潮環科的時間也來到這裡